詞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我們先從我們上一節課的結尾開始講起 就是說大家從這張圖裡面 有沒有發現古希臘人或是柏拉圖 他們一些對於我們美好生命的假設 柏拉圖他其實是在發展 他認為古希臘的生活裡面 應該要發展的方向 雖然古希臘人沒有充分的理解這件事情 首先大家看這張圖 你看這張圖是一個戀人 他從愛上一個美麗的肉體開始 然後逐步的因為愛得很痛苦 然後非常的不穩定 然後非常的依賴罪方 感覺到自己非常不完全 非常的孤單 所以他開始去創造 創造中他理解他其實想要的 不只是愛人的全部 是愛人身體中美好的那個部分 他要的是那些good 而不是所有的愛人的每個部分 大家理解這件事情之後 他就有這個機會開始不斷的往上爬升 每個階段他遇到困境都有點類似 他發現他愛人對象讓他很痛苦 讓他感到充滿依賴性 讓他覺得自己非常的不充足不滿足 然後非常的孤單 所以他想要再往上爬 然後他藉由創作更了解的某些事情 然後又不斷的往上爬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個圖裡面 如果你是一個戀人的話 就是非常非常愛某一個單一戀人的人的話 戀人在這裡 那到了這裡的時候 你大概是一個詩人 你可以去歌頌 你愛的戀人的靈魂的美麗 然後不斷的在歌唱 他靈魂的美妙的部分 然後用各種各樣的圖畫 聲音或者是顏色語言 來去描述他 所以你大概是一個詩人 在這裡的時候 那當你去探索 你的這位戀人 他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一個 法律和社會制度 能夠讓他成為一個這麼美麗的人的時候 你會不會把你的注意力轉移到 你們所居住的那個城邦 然後你開始注意到 你這個城邦裡面美麗的部分 哇 這城邦是哪些美好的部分 讓我的這個戀人這麼的可愛 然後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你的愛又在提升了 從愛一個人的身體 愛一個人的靈魂 到愛一個城邦 所以在這裡的時候 你會是一個好公民 戀人 私人 好公民一樣 然後你有你這個探索 你這個美好的城邦的這些部分的時候 事實上你還是會覺得非常的痛苦 因為你愛的是單一的城邦 讓你這麼的依賴你的城邦 如果你的城邦有一天被毀滅了怎麼辦 那你的城邦裡面有很多讓你痛苦的部分 也有很多不意義的人 有很多可怕的衝突 所以你還是會感覺到非常的痛苦和不穩定 那這時候你如果繼續再去探索什麼是美好的城邦的時候 你會去開始研究這個 那在理想中最好的城邦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你去探索各種各樣的城邦 各種各樣美好的制度和法律 所以你又再往上升 所以在這裡你是一個好公民 所以你如果再往上升的話 你會是一個好的這個政治科學家 你開始研究知識本身 而不只是愛一個單一的這個具體的你的國家而已 你開始愛這個政治哲學政治科學這個知識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時候開始變成一個政治學的一個學者 那你如果繼續在這個學問的裡面探索 你會發現各種知識都其實超級有趣 那這個時候就開始變成一個 什麼都想學的學者 你不只是想學政治學 你想要探索所有有趣的美妙的知識 所以當你到那個階段 你就是一個什麼都想學的一個學者 那當你已經進入一個什麼都想學的一個境界的時候 你要發現所有的這些美善的這個美妙的東西 他們實際上有一個更完整 然後單一美麗的一個形式 那就是美本身這樣 那你看 所以你在最上面那個階段的時候 你變成一個哲學家 你看喔 佛法圖藉由研究我們內心中 這個充滿這個激情的愛的這個活動和結構啊 他排出了我們生命中 各種活動的這個秩序 各種人與人之間的這個結社 各種關聯性的秩序 還有各種不同職業的人的秩序 對不對 哲學家是最高的 什麼都想學的學者第二 然後政治學 政治科學者第三 然後你是一個好公民第四 然後再來是這個詩人 然後再來是這個談戀愛這樣的一個活動這樣 你看他竟然排出了這個這樣子的一個秩序耶 對不對 那通常我們會把它叫做一個形上學的秩序 不用形上學講的他也抽象 他其實就是一個我們從我們愛的結構裡面去探索 竟然發現越往上走啊 你的愛會越fulfilling 越感到滿足 那你會覺得越穩定 你會覺得越快樂這樣 好 那到達最高的一個結構的時候 你實際上想有最快樂的一個狀態這樣 好 所以喔 這個 我們可以看這背後的一個假設是什麼 self-sufficiency 意思是說呢 當你這個行為者 當你在從事這個活動 或是這個職業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充分的自我滿足 完全的自足 這時候代表著呢 你追求的good啊 是更好的一種good 我們在追求這種更self-sufficient的狀態這樣 那什麼叫做self-sufficient 它當然意味著 我們可以來看 它意味著這個 你變得越來越獨立 你越來越不需要依賴任何的這個 這個less dependency dependent 你越少要依賴於外在的那個東西這樣 所以你當然就變得是越self-independent 你是一個越獨立的一個人這樣 對不對 那你是一個越獨立的一個人 那當然代表著你這樣一個人事實上是更 你的狀態是更穩定的 更持久的 包括你擁有那個東西的狀態 還有你這個人快樂的這個狀態 越穩定越持久 對不對 那也包括說 你能夠享有的good啊 越comprehensive 越complete 越complete 這個是 古希臘他們在追求self-sufficient的時候 他們帶來追求一個方向這樣 你看你越往上走啊 你就越少依賴於外在的事物 你就變得越獨立 那你越獨立啊 你的狀態就越持久越induling 因為你不依賴外在的事物 你的故事經常在變化的 這個人事經的事情不斷在變動 不斷在變動這樣 那你如何能夠保持你的穩定和持久 那這樣一個往上走也代表著說 你擁有的故事更完整的 哲學家擁有的故事更完整 因為他看到了這個美善本身 美善本身事實上是一個最完美的存在 那所有我們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事物 事實上都是因為參與了這個存在而變得美好這樣 這樣講是有點抽象 不過你可以想看 為什麼一件衣服是一件美的衣服 對布拉克來說 他是因為這件衣服呢 他參與了完美的衣服的這個形象 他或多或少參與了 他如果參與越多的話他就越美 參與越少的話就是越少這樣 我們用參與是有點抽象 我們大概可以說他或多或少分享了 或者是擁有了多少這個美善 這個最完美的形式的某些部分這樣 那你在這個時候事實上你在欣賞的 擁有的是一個美麗的身體 再往上走你會發現 事實上你了解什麼是一個完美身體 這件事情本身這樣 所以你可以去欣賞各種美麗的身體 對不對 那你不然往上走你會發現 當你能夠去了解一個城邦的一個 所有美麗的這個生活習慣 或是法律或是社會制度也好 你就知道人的美麗是來自於哪裡的 人的靈魂是來自於他被這樣子的一個習慣 和社會制度所培養出來這樣 所以你這樣擁有的 了解的那個good是更完整的 那越往上越好就完整 越完整這樣 然後對布拉克來說 那個philosopher是那種追求所有美善 到底他們最中原理是什麼的那個人 如果他能夠知道的話 他就可以去享有所有美善的這個 最根本的那個源頭的那個形式 那他所享有的美善就是最comprehensive 最complete 所以你看這樣子的一種這個 這樣一種這個對於我們 什麼是一個這個更有價值的活動 更值得追求的美善的事物 他是由這樣子的一連串的這樣一個 一個思考而形成的 我們想要最最終想要的是那個 最sufficient的這個生活這樣 而最不用依賴他的人這樣 最不用依賴外在的事物 所以你的愛越穩定 你的快樂越穩定 越持久而且越完整這樣 這樣有道理嗎 這樣如果有道理的話 那這個代表說這個 因為哲學家的生活 他的活動就是不斷的在追求哲學本身這樣 那他覺得他這個哲學活動本身是最高貴的 他擁有的這個美善是最完整的 大家贊成大家的想法嗎 那你會覺得說 越往上真的是越值得 越美好的一件事情嗎 如果你這樣認為的話 你就會發現追求知識 比談戀愛是來的一件更完整美好的 所以你看柏拉圖他其實很簡單 他就是用一個你愛的這個結構 你的愛啊 他有一個內在的一個指向性 他不是說你想要去回去 擁有完整的自己 像亞里斯多芬尼斯說的那樣子 他是一種你想要去擁有更 更fulfilling 更stable 更comprehensive的美善的事物 這樣一種渴望這樣 好 那你看喔 對柏拉圖來講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往上升 他覺得每一個human nature是不一樣的 每一個人 everyone is different 這樣 有些人他有機會往上升 有些人他可能一輩子就指到這裡 指到這裡這樣 雖然有一個非常非常這個嚴苛的 對人性的看法 大家每個人本性就是不同的這樣 那如果有機會成為哲學家的話 他會告訴你你最好一條路 是從這條路開始往上走這樣 如果你沒有感受到 失去戀人 那麼深刻的一個痛苦的話 你不了解那麼深刻的痛苦的話 你當然沒有辦法往上走這樣 因為你如果沒有那麼痛苦的經驗 你就不知道 你真正內心中渴望的是一個 更穩定更fulfilling的那個愛這樣 所以很多人他可能這個 一輩子沒有談過很巨大的戀愛 這個測股明星他就是非常非常一般的 普通的 他的design非常的一般 他也不渴望太多的事情這樣 包括說如果你是這樣一種 非常平庸平凡的人的話 你大概就沒有辦法往上走這樣 所以你也可以想像 對這個柏拉圖來講 他也意味著啊 你看如果這個大家同意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在追求的這個美好事物的一個結構的話 你就會同意他說 City啊 它的重要性啊 大於family City呢 我們就把它當做政治共同體 政治社群這樣 你看一個政治共同體 它的重要性比family來的更高 它在這個所謂形上學的位階上 它更有價值 你相當有的這個更完整更穩定這樣 因為你在一個family裡面 你能夠享有的櫃其實就是那些東西 family可以幫助你這個從小到大 這個成熟之前的這個 基本的這個養成這樣 那基本的這個生活必要性的滿足等等這樣 可是他的這個櫃很 narrow 真正你身邊還有很多櫃要追求 可是這些櫃要追求 你必須要進入一個國家社會裡面 你那些追求才能夠獲得滿足這樣 所以可想見political life 它是比family啊 比其他的這個associations啊 在政治社群內部的其他這個 大或小的associations啊 都來得更 在價值上更高 因為他能夠去看到的美善的事物更完整 享有的美善事物更完整 當你有一個這個比較好的一個政治社群的生活的時候這樣 對不對 那他當然也意味著這個 這個 哲學高於政治活動 高於這個 這個 一般的其他活動 那當然也高於這個美學的活動這樣 好 那這個是這個階梯 這個給我們一些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了解這個柏拉圖想法的這個線索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要進入這個 柏拉圖關於這個共和國的這個想法 那我們關於柏拉圖這個理想國 我們讀他的是這個第一書和第五書 好 那第一書呢 他就在討論什麼是正義 那從第二書開始他就會開始討論什麼是一個這個 最理想的政體 最理想的共和國 最理想的這個城邦這樣 好 那他很有趣喔 他在開啟他的這個 理想國的這個討論的時候 他並不直接討論什麼是一個理想的政體 他現在討論什麼是正義這樣 好 那他的討論真的非常 他討論他提出來的問題 大概是這個西洋政治哲學裡面這個 不斷的在詢問的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今天就會突然問到這些問題這樣 好 不過我們現在看這個 我們在閱讀的時候 到底這個柏拉圖他採取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方法是什麼 好 那我就跟大家介紹一個 所謂的這個蘇格拉底方法 那蘇格拉底方法號稱這個 在美國的法學院教學就是用所謂的蘇格拉底方法這樣 他們認為這種方法是能夠去這個 幫助一個人生產出 屬於他自己的知識最有效的一種方式這樣 好 那屬於你的知識才是真正的知識 這個不屬於你的知識其實都不是 都對你來說其實都不是這個有效的知識這樣 那到底什麼是蘇格拉底方法 大家不要在閱讀的時候 你會發現蘇格拉底他採取的策略大概是有兩個 一個是這樣就是說 蘇格拉底會要你啊 先stick to what you have said 好 你先說正義是什麼 那你就給了一個定義對不對 那蘇格拉底就說 那你就要去執著於這個定義喔 你就是完全就執著於他這樣 那我們來徹底的檢驗 在這個定義底下啊 你是能夠接受他所有的這個內容 或是他所有的後果 那當你徹底的檢驗之後啊 告訴我說你會不會想要換你的這個定義這樣 那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每次蘇格拉底這樣問一問之後 他們就會這個 當事人就會講說 我其實不知道正義是什麼啦 這個我們來換一下好了這樣對不對 所以他先要你去先執著於一件事情 是你已經決定那一件事情該是什麼 你就確定就是這樣就不要變喔 那我們來檢驗看看這樣 那他第二個策略是說 那個事情啊 你如果要叫他是一個名字的話 那他呢 就只有跟這個名字相對的那個單一的本質 我們不要把很多不同的東西叫成同一個名字 你要這樣叫也可以啦 只是沒有辦法幫助我們這個清晰透徹的思考 也沒有辦法幫我們掌握失誤的本質 所以說如果我們要講什麼是正義的話 我們要執著 正義他只指設一個具有特殊的內在本質的事物 他不會指設兩個 三個 四個 如果他指設兩個 三個 四個 那你應該叫他們不同的名稱 不要把他叫做正義 那他有第二個原則是這個樣子對不對 就是他不斷會說 你看這個doctor 這個作為一個醫生這種art 你把他叫為醫術 那他就只有一種nature 要不然你就不要把它叫做醫術 你不要叫做其他的東西這樣 你如果把醫生這個醫術這個art 跟賺錢這個art混淆的話 然後告訴我說醫生就是賺很多錢 那你其實就沒有真正的了解到 一個名字你就應該給他一個本質 醫生這個藝術這個技藝 他就是要去治療他的病人 把他病人的這個生命狀況治好 他跟賺錢這件事情是無關的 如果你要把賺錢加進去 你就要說這個醫生他同時具有醫術 他同時又有賺錢的技術 這個技術是另外一回事這樣 你不要把他跟醫術本身混淆 對不對 這也是他舉的這個例子之一這樣 那你看他只是使用了這兩個思考策略 他就幫助我們討論有很大的進步這樣 那可是我們在探討他這個思考策略的時候 我們事實上其實你這樣會有一個懷疑 可是蘇格拉底啊 你這樣好像只是幫我們 把我們內心中的一些概念的邏輯秩序 統整得更好 對不對 原本這個概念我以為是這樣 那你告訴我不是這樣 因為他會犯哪些哪些矛盾 好 那我們重新發展一個概念來 最後我們發展某些概念的組合 邏輯上最沒有破綻 對不對 你這個方法好像只能幫我發展出 邏輯上最沒有破綻的概念組合 可是到底這些概念啊 有沒有指涉真正這個世界的真實的秩序啊 其實我們不知道啊 你告訴我正義怎麼樣 你告訴我一個完整的邏輯嚴密的 這個國關正義的定義的概念是 是沒有矛盾的 因為有矛盾我就會被強迫 改變我對這個東西的定義這樣 那今天我其實所有的概念都整理得非常好 沒有矛盾 邏輯也非常好 可是這意味著他 真正就指涉了這個事物的真實嗎 當代的這個所謂的後結構主義 後現代主義 就在質疑這件事情這樣 他不會說我們的大腦 我們的mind啊 和這個世界的reality 上有一個鴻溝 你在我們的mind裡面 再怎麼樣去運轉啊 邏輯的最完整漂亮的組織 組織出我們這個概念的這個結構啊 他外在的這個真實的世界 那個鴻溝是沒有辦法跨越的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真正知道 我們的這個concept和reality 是不是真正符合了 我們沒有這個能力去直接做這樣子一個對比 我們只是在蘇格拉底裡告訴我的 概念的定義中打磚而已這樣 所以我事實上 即使告訴你蘇格拉底方法 組合出了完美的這個概念資訊之後 我還是不知道我講的這個正義 是不是指涉真正世界的那個正義這件事情 這樣 你如果有這樣子的懷疑啊 你就會覺得這個蘇格拉底 他事實上 他的方法啊 會陷入 還是會陷入很大的這個相對主義裡面 比如說你只是整理出 希臘文明對於正義的這個概念的這個 比較完美的一個這個呈現而已這樣 那希臘文明雖然他們對於正義的概念 有這麼邏輯的緊湊的系統的呈現 可是呢 他可能完全跟我們這個假設說 這個東亞的對於正義概念的這個組合 會完全不一樣這樣 那當兩個文明的組合不一樣的時候 蘇格拉底怎麼告訴我說 哪一個紫色真實呢 那你怎麼解決所謂的文明相對主義的問題這樣 那這個相對主義問題會不只在文明上出現 各種多元文化上也會出現 甚至個人與個人之間也會出現 如果今天有一個個人他非常厲害 他的這個邏輯能力非常好 他組合出了一整套這個關於邏輯的這個語彙 語言非常的系統縝密這樣 然後蘇格拉底方法也讓他不斷的這個 把所有的這個矛盾都修正了 可是他的正義概念還是跟你的正義概念不一樣 那你蘇格拉底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嗎 你怎麼知道你在你的mind裡面 組合出來的這些東西 跟這個世界的真實是真正相吻合的 當你有這個質疑的時候 你會發現世上蘇格拉底假設一件事情 他假設我們人的理性啊 我們的mind 我們的心靈啊 這跟外在世界的reality啊 並沒有這樣子的鴻溝 這樣子的鴻溝事實上是 大概從這個迪卡爾開始 才把這個鴻溝挖出來的 對不對 迪卡爾會說 我們所有mind裡面想像的東西 它是不是符合reality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最後我們能夠唯一知道 就只有我在思考這件事情是真實的 所以是迪卡爾一刀把這個鴻溝切開來 導致我們現在的這個非常痛苦的 在裡面這個鴻溝這樣 可是對於蘇格拉底假的 他來說 沒有啊 我們的reason跟這個世界的reality 我們的mind跟這些reality 他原本就沒有這個鴻溝啊 我們的mind已經在參與這個reality了 他從今天並不是一個懸崖 而是我們mind本來就已經參與這個reality了 我們mind或多或少 其實已經隱約知道了什麼是正義了 當我們經過這個非常嚴格的蘇格拉底的理性討論之後 我們的mind在這個邏輯的整理之下 我們事實上就會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正義 因為我們的mind 事實上跟這個reality 並不是有這樣子的鴻溝存在 所以我們看到他的假設 他的假設是我們的心靈 事實上已經參與的這個 這個宇宙的規範性的秩序 這個是蘇格拉底的一個假設 當代人事實上也有一個學派的知識論 這個心靈論的人 事實上在複數這樣一個理論 就覺得整個現代性落入這個 沒有辦法去真正理解這個世界的問題 像康德也陷入這個問題裡面 他們會認為說 事實上蘇格拉底他從來不需要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人的心理已經直接參與了這個世界 那蘇格拉底這個想法 事實上到後來基督教的想法就是說 基督教想法把它變得更簡單 因為基督教認為他的基督教本來就是 有誰能了解的 所以他直接說 你的理性一定分享了上帝的理性之光 所以你的理性當他做一個非常嚴格的探索的時候 因為他是被上帝的光照耀的 所以你的理性就會找到真正的真意是什麼 這是後來的這個基督教的這個想法 可是到處來他們很簡單 他們只是要說 你的理性已經參與了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不用去落入這種 這種文明相對論的科究理念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蘇格拉底的方法 蘇格拉底的方法 那蘇格拉底的方法事實上 在我們讀到的這個第一書裡面 他事實上還有一個進一步的一個成分 我們通常把這個都辯證法 Dialetic Dialetic大家聽起來覺得很可怕 可是你只要仔細的把他的第一書了解了這個 閱讀幾遍 你就會慢慢了解什麼是Dialetic Dialetic他是說 你先從一個比較狹隘的一個概念開始 然後當你發現這個概念陷入矛盾之後 你再告訴我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事實上是涵蓋了之前那個狹隘的概念 可是又解決了他的矛盾 可是當你把下一步的這個概念充分發展之後 你又發現他陷入矛盾了 對不對 那你再提下一階段的概念 是他同時涵蓋了前一階段的概念 可是他又解決了前一階段的矛盾 你有沒有發現 出發一個辯證法是這樣子 你從一個比較低階狹隘的概念 不斷的往上發展 然後你這個 下一步發展的概念越來越沒有矛盾 可是他仍然涵蓋前一個階段的概念 其實就好像我們剛才講的階梯一樣 你雖然不上手不斷的往上爬 可是你往上爬那些擁有的矛 事實上涵蓋下面那些矛 所以他事實上是變得更comprehensive 更完整 而且他變得更沒有矛盾 所以他還有這個辯證法在後面 不過這個辯證法 我們要把它放在這個 蘇格拉底方法這個定義裡面 我們可能就不一定要這樣去做 我們可以說蘇格拉底方法是這樣 但他事實上也有一種辯證法 是我們剛才說的那個樣子 這邊長什麼樣子 我們等一下在推論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更明顯的一個現象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 關於這個正義的討論 我們還是先從一個故事說起 我哲學決定做一件事情 每堂二都有一個故事這樣 那這種哲學的方法是這個柏拉圖教我的這樣 他一直覺得這個用故事來教哲學 比哲學論述本身實上是更有效的 你看你如果沒有回去了解這個 戀人的痛苦這個故事的話 你完全無法了解為什麼這個政治學 會比談戀愛這件事情來得更有效的 因為故事可以讓你忽然 生動的了解某件事情這樣 那可能是因為這個故事 他勾起了某些回憶這樣 然後那些回憶實際上對你幫助 創造新的心靈是有不用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這個 我們今天故事的主角是這個 Edward Snowden Edward Snowden他是一個這個 美國公民 他原本在這個NSA工作 NSA叫做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美國國家安全局這樣 那在911事件爆發之後 幾個禮拜間的NSA就收到了一個指令 要NSA開始不斷的擴大編組 然後要NSA開始收集各種各樣的 他們覺得這個很可能跟恐怖主義 有關的資訊一樣 那原本在NSA裡面工作的一些人 他們事實上有一個非常自身的 這個Beta Analysis的工程師 他是從這個二戰之後 就一直留在NSA裡面 幫NSA處理這個 有關於資料分析的這件事情 那他忽然接受這個指令 要他們去擴張這個NSA 原本收集的這個資訊 他剛開始很懷疑 但他後來變得還蠻反對的 可是這位資證工程師 他其實後來就這個 被被這個被FIRE了 而且他後來開記者會說 他被FIRE那天是這個 帶槍的這個安全警衛 用槍子的他叫他離開的這樣 也就是說 NSA他們這個擴張和編組的過程 事實上 內部有很多的矛盾和衝突和鬥爭這樣 那這個Edward Snowden 他那個時候大概才二十幾歲 大學剛畢業這樣 那他就被這個NSA就害了 他其實是一個這個contractor 就是一個契約的這個包商之類的 對 但他這個位階非常的高 因為他電腦技術非常好這樣 他事實上很快的 就幾乎能夠去AXS所有NSA 最重要最關鍵的這個資訊這樣 好 那在二零一四的某一天 這個Guardian的這個衛報 英國衛報的一個記者 他就這個收到了一個E-mail 同時這個 大家可以去看一個紀錄片 叫做Citizen 4 就第四公民 這個Citizen 4 這個導演是一個女導演 他也收到這封信這樣 那這封信他是匿名的 他就說我可以證明這個NSA的這些 資深的很多官員 他們在美國參議院 眾議院做了很多證詞都是假話 他們事實上在大量的收集這個 美國人和全世界的人的各種 這個各職這樣 我可以證實這些事情這樣 而且我也擁有這些事情的 最關鍵的這個資料這樣 那他就署名就是Citizen 4 第四公民這樣 那這個Guardian 這位報的記者和Citizen 4的這個導演 就這個 又廢了幾個月 終於和他 和這個神秘的這個消息的來源 就約在香港 他們就在香港的一個旅館見面這樣 那一開始大家都非常非常緊張 因為不知道彼此是誰這樣 Edward Snowden 他就是先住進了那個旅館 然後這個記者和這個導演 就來敲他的門這樣 然後Edward Snowden說他事實上非常害怕 一進來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警察 或是這個美國的這個國家安全局的人 就把他抓走這樣 那他們就見面了這樣 那見面之後這個記者就開始問他一些問題 然後Edward Snowden就開始這個講述他 他發現了這個NSA在做什麼樣子的事情 那這個Snowden他很有趣 當他被訪問的時候 他要去秀出這個 他擁有的這個資料的時候 他就會拿出他的筆電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他就會這個說 我現在要蓋上我的哈利波特的神秘隱形的這個抖盆了 然後他就把一個這個 他身邊的一個軟電拿出來 把自己和這個筆電完全照在裡面這樣 然後他就開始去打他的密碼 和破解這個 他這個要去接觸他的這個機密資料 這個安全的這個key這樣子 然後破解出來之後 他就把這個抖盆打開 他還說這個資料在這裡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事實上大多數的攝影機 事實上都是被政府控制的 那政府實上可以透過攝影機 看到他的這個眼眸裡面的這個 的那個資訊 所以他如果 如果是這樣他打那個資料的話 他事實上 如果那個攝影機在照他的眼睛的話 就會知道他key的那個keyword是什麼東西這樣 所以他一定要這個披上抖盆去 去access他的這個資訊這樣 好 好 那 這個 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這個 他這個被訪問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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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其實是希特根座裡面的一個片段這樣 他 他基本上認為說 NSA 他事實上 以他目前的發展 他已經成為人類有史以來 最具有壓迫性 最powerful的一種 系統這樣 可是這個系統 這個背後幾乎是沒有人在監督他的 好 這個系統呢 他號稱 他在做的這個 這個搜尋 這個這個這個收集資料的工作是要做passive的collection 也就是說 他每天日積月累的不斷的收集所有人的資訊 他不用懷疑你是不是口部份 他就在收集你的資訊這樣 好 他收集的資訊發佈他說 你的email 你的email來自於誰 什麼收集給你 你的簡訊 從哪裡發到哪裡 location很簡單 因為有這個 衛星 然後是誰發給你 來自什麼樣子的 來自什麼樣子的電話 然後你的每支電話等等這樣 這是所謂metadata 就是圓 所謂的圓資料這樣 圓就是這個meta 就是一圓複死的這個圓 就是政府整天 這個NSS這個系統 他整天在收集所有人的資料 而且呢 他一旦想要知道你 到底那封email的內容是什麼 你跟別人這段電話的內容是什麼 他回去查 他就可以查到內容是什麼 而且所以你想想看 他一開始運作到現在 你過去所有的 每一個電子資訊的傳送 他都已經收集在他的系統裡面了 所以他如果今天懷疑 你做某件事情 你是有這個恐怖嫌疑 他可以最常你過去 所有20年的每一個資料 每一個電子資料的這個來源 和他的這個對象 和他的這個內容 基本上是OK的這樣 而且呢 他做這件事情在美國 原則上是要被法院許可的 可是這個法院呢 他法院被這個 Edward Snowden叫做 Yes, Yes Code 就是說 你只要跟他說 我可不可以這樣做 他一定會說Yes 而且每三個月 就是打說Yes一次 所以這個系統 就不斷地自我運轉 不斷地去收集這些Data 那對Snowden來講說 他認為這樣子的一個機器 擁有這個資訊實在是太龐大太厲害了 人類歷史中從來沒有一個 這麼具有這個壓迫性可能性的一個工具 出現過這樣 可是竟然沒有任何的公共監督系統 知道他在幹嘛 然後能夠去這個 給他任何的限制這樣 所以他認為他把這些資料偷出來 他其實他的目的就是要跟這個 四人美國政府在做這件事情 而且他不只針對美國公民做 他實際上針對全世界在做這樣 而且他對全世界更無忌憚 美國政府要監視自己的公民 需要法院的這個許可 他監視世界外的 美國外的公民 完全不需要法院任何許可這樣 他可以 而且事實上這個NSA他更厲害 他事實上跟全世界 跟他有這個聯盟的這個國家 他幫助這個國家去建立這個國家 自己的NSA系統 幫他建立之後呢 雙方就會分享資訊這樣 所以為什麼Snowden不逃去日本 因為他知道日本已經在跟這個 這個NSA合作 他只有故意逃去香港 這種跟美國有點抵對關係的這個國家 NSA他的這個能力 才會稍微受到這個限制這樣 那他認為這件事情 值得他這樣站出來去揭發他這樣 那可是這個記者就問他說 那你覺得你到底在保護了 這件什麼樣子的一件事情這樣 那你知道你犧牲了什麼嗎 你覺得你最大的犧牲是什麼 這個Snowden他就講說 我最大的犧牲是我知道 我再也看不到這個 從小這個扶養我長大的這個家庭這樣 因為他從小跟他父母親 關係非常非常好這樣 他知道他一旦這樣做 離開了美國 他就再也踏不上美國的國土 他從此不能再跟他父母親見盟這樣 因為他一旦跟他父母親見盟 他父母就會Gain in trouble 他不需要對外 而且他要真實的做到 他完全不知道他做的這件事情這樣 而且他從此也不能跟他們聯絡這樣 而且這意味著他從此失去了美國 他再也回不去這樣 那後來這個 有一個這個美國脫口秀節目的 一個很有名的一個主持人 到他後來尋求庇護的國家 就是俄羅斯去採訪他 就問他說你想不想念這個美國 然後他就哽咽說不出話來這樣 他失去了非常多東西這樣 而且他在他離開當天 他事實上跟他的一個同居的女友住在一起這樣 那他留下了一個紙條是說 我因為一些工作所以要離開幾天 因為他也不敢跟他的這個女友 告訴他他在幹什麼這樣 然後他一離開就從此這個 不會再跟他女友這個會面這樣 那他就說他知道他在面對一個 全世界最厲害的一個這個力量這樣 沒有任何人可以有意義的對抗他們這樣 那他之所以這樣站出來 他認為說他希望做到的是能夠鼓勵更多人站出來 而且他會說 如果美國要帶這這樣子的一個資料搜集的一個 這麼具有壓迫性的工具的話 不需要讓公共知道 所以他唯一真正想要就是讓公共去決定 美國事實上 該不該有這樣子的一套系統 而且他在做這個資料揭露的時候 他其實非常小心 他說 事實上我並不是這個媒體 或是這個公開資料的這個專家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判斷 我要揭露的資料會不會真正傷害美國的安全 會不會真正傷害公共的利益 是不是對公共利益真正有用 所以他後來揭露了大概三次 他第一次跟衛包合作 第二次跟紐約時報合作 然後第三次跟 好像是Washington Post 有點忘記了 合作這樣 然後讓這些資深記者去決定 什麼資料可以揭露什麼資料不能揭露這樣 所以他接受資料的時候 他非常非常小心這樣 那記者會問他說 你付出這麼大的犧牲你覺得值得嗎 到底你想要保護的是什麼 他就說我們這個世代的人 整天事實上我們主要活動就是在網路上打屁聊天 然後這個遊玩活動這樣 可是我們這群比較資深的工程師我們都了解 我們怎麼一舉一動都是被政府在監視和收集的 所以這導致我們在網路上所有的活動 我們事實上是在這個自我檢查 他說這是對人的這個言論自由或是這個 intellectual freedom 這個智力發展的這個自由 還有人性的這個尊嚴一個很大的這個傷害這樣 他覺得他無法忍受這樣的事情繼續下去 所以他必須要出來借發獎 那我們就要去問 Edward Snowden他是一個公正人嗎 你知道他 他這個我剛才說那個美國特可修 他過來去訪問這個美國公民 這些一般人認不認識Edward Snowden 覺得他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大概一半的人說 我不知道Edward Snowden是誰 另外一半的人大概有一半的人說 他是一個tracker 他應該會來做法律的制裁這樣 那大概只有非常少部分的人會說 我覺得他是一個英雄這樣 他的這個行動幫助了公共利益這樣 所以大多數他自己的這個公民同胞們 認為他是一個traitor 他是一個叛國者 那美國美國非常非常緊張這樣 他們用盡所有手段要把他帶回美國去這樣 所以他後來是尋求政治庇護在俄羅斯這樣 他中間有一段時間好像是在北歐的某一個國家的機場 大概待了一年這樣 因為他的護照被沒收 然後後來俄羅斯才願意讓他尋求政治庇護 那你可以想像他在俄羅斯的生活 事實上是比較快樂的 因為俄羅斯已經整天想要去 要他手中更多資料 而且他手中很多資料確實是會威脅美國安全的 像他跟紐約時報合作披露的那一批資料裡面 他其實犯了一個小錯誤 那小錯誤事實上真正會去威脅美國的安全 那他後來就立刻道歉 然後紐約時報也道歉這樣 那後來記者當然也就問他說 那你做這件事情 事實上真的有可能威脅到美國的安全 那你要怎麼去回應這件事情 那史諾德就說 他覺得媒體在揭露國家的事實的時候 難免會犯錯 犯錯是我們應該承擔的這個 我們應該承擔的這個風險這樣 可是我們還是值得這樣做 那這個是這個資深記者的這個判斷 然後當他說到這個這樣的時候 那個主持人繼續問他說 這難道不是應該你負的責任嗎 那史諾德就整個人就是被質問就倒了 他就說 他其實就覺得這還負的責任 所以他承受壓力是非常大的 那他是一個just man 當他的這個所有的這個公民皇帽 可能幾乎都否定他是一個just man 大家知道這個希拉蕊 所以他被披露了一個email的資訊裡面是說 他說像We can lead的這種 Julian Assad這樣子的人 我們為什麼不能派John 去把他直接殺掉就好了這樣 他那個都是美國的國務卿這樣 所以美國對於這樣子的人 是完全不留情的 所以他才要尋求俄羅斯的政治帝戶這樣 那我們要問他說 那這個 他難道不只是強者的利益而已嗎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再加一個補充型的故事是說 如果他有一個同事 運用了同樣的這些網路上的技術 這個網路上的技術事實上就如同柏拉圖 他後來會講到的這個所謂的這個魔戒一樣 他可以讓你幹盡所有不義的事情 可是沒有任何人知道 而且你還可以享有所有正義的名聲一樣 如果你有這樣子的魔戒的話 你會做什麼樣子的一件事情 那柏拉圖的一個對話者 葛拉圖說 你就會發現所有的人 都會幹一樣的事情 不會有人去幹正義的事情 因為大家最想做 都是做不正義的事情 然後不會被抓到這樣 那為什麼這個 為什麼我們不會去做這樣一件事情 難道做不義的事情 不是一件最profitable的一件事情嗎 如果今天有一個Edward Snowden 一個同事他非常善於利用NNSA的資訊的話 他可能可以很容易就能夠去參選美國的參議員 中議員總統 因為他可以掌握所有選民的資訊 這個事實上在白宮風雲還有這個 這個 最近的那部片 紙牌物裡面已經出現了 美國現在網路資訊非常厲害 他事實上不斷在搜集所有人對於 候選人講的話的關鍵字 他講話的腔調 他講話的與會 所有的分析 然後分析所有的網路上所有的反應 所以他可以讓候選人講出來的每一句話 都是可以打中不同的族群的選 每一個關鍵字都非常的準確 因為他們具有龐大的電子資料去分析 他講的每一句話 是不是能夠獲得更多的選票 所以一旦你有NNSA的資料上 你很可能很容易能夠選上美國總統這樣 所以如果你有魔戒的話 你為什麼不去做美國總統 為什麼你要去做Edward Snowden 這個不公正的人不是一個最強大的人 不義的人的利益 公正的這件事情 那我們還會去問說 那到底Being Just做一個公正的人 他的reward是什麼 他的獎賞是什麼 正義的人一定是一個快樂的人嗎 正義的人他一定享有一個good life 他一定是一個living well的一個人嗎 那顯然Edward Snowden 他不太能living well 他自己原生家庭被剝奪 他的這個愛人被剝奪 他住在俄羅斯這樣 他住在俄羅斯這樣 對他有敵對的這個國家裡面這樣 他怎麼能夠快樂 怎麼能過一個living a good life 對不對 蘇格拉里總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就要來看這個蘇格拉里的推論 正義的人是不是最快樂的人 這個問題這個 不斷的被問 而且不斷的這個 有正反面的聲音出現一樣 那最後這個 我們會讀到盧梭 盧梭的解決方式是說 不會 但是公民相信會 所以你要創造諸宗教出來 康德也是這樣回應的 大家不要懷疑 康德說我們其實 後來可以完全靠理性 追求成為一個自主的人 康德會說沒有沒有沒有 理性本身其實沒有這麼強大的力量 其實我們必須要架設 神存在 那康德神存在的目的 其實是要幫助我們去相信 做一個公正的會成為一個快樂的人 不然做一個公正的他的代價太大了 他不會成為一個快樂的人 所以沒有人可能會想成為一個公正的人 所以後來其實大家都是很悲觀的 那我們來看這個柏拉圖怎麼 在這個問題的討論中 提出他的第一個回應 為什麼這個不公正很明顯的是一件 這個獲利最大的一件事情 那你為什麼還要去做一個公正的人 到底公正的爆場是什麼 那康德的回應其實非常的 非常的這個 其實還蠻曲折的 其實並不完全的好理解 不過我們還是先從他的這個 最原始的討論開始 他的第一個這個 他的第一個這個定義 是他在跟這個 一個這個 這個老人家在討論 這個老人家他 他已經這個 大概六七十歲了 那蘇格拉圖很喜歡跟老人家說話 因為他知道老人家 這個活過了人生的 這麼大多數的生活這樣 那也許還有一些智慧值得學習這樣 他就問他說 財富這件事情對你是有幫助的嘛 那這個老人家說 財富有幫助啊 因為財富可以幫助我從一個公正的人 我可以把我欠的錢都還光 而且我不會得罪神 我給神的所有的跡理都是最好的 然後我不欠任何的人 而且我也不需要說謊 那當我誠實公正 又不欠任何人的錢的時候啊 我當然就是一個公正的人 那公正的人對我什麼幫助呢 公正的人可以讓我將來死掉之後 進入地獄不會被懲罰 所以對這個老人家來講啊 做公正的事情本身啊 他最終的目的是自立 他是一個這個 而且很自私的自立這樣 我做一件公正的事情 我並不是真的要去幫助我的朋友啊 或是要去這個對人好 為別人好 不是 我最終是希望我將來下地獄之後 不會被懲罰 這種那樣自立的事 最終是為了自立而去公正的人 因此財富是需要的 因為財富可以幫助我去維持 我這個公正的這些事情 該維持的這個基本條件這樣 那說來就說好 那我們就從你說的這個公正開始 那假設公正是這個 他的第一個這個定義其實是這樣子 Formal reciprocity 他是一種非常形式的一種互惠 互惠 互惠是他其中一部分意思 不過他可能更多一點 他大概就是在講說 這個你欠別人家錢你就要還 那別人對你有好處呢 你就要還給他的好處這樣 他是一種互相的這種平等的互惠的關係 那他包含了什麼 他包含了 你是一個經常說 你是一個說實話的人 你是一個誠實公正的人 誠實當然是這個 一般我們認為公正很重要的元素這樣 你欠一般人什麼 他其實是誠實這樣 因為當你說謊的時候 是誤導別人去說他原本不想做的事情 那你不想要去誤導別人做他不想 他原本不想做的事情的話 其實你需要誠實這樣 他是在這個Formal reciprocity裡面 第二個你要去Fulfill你的Contract 你跟別人簽了什麼預約 做了什麼承諾 你就要去這個實現他 對不對 那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其實就是這個 i for i tooth for tooth 而且就是literary 別人對你做什麼 你就對他做什麼 他就是這麼簡單這樣 這個是我們對正義的一個 這個很平常的一個直覺 正義他其實應該要包含這些事情 而且這些事情 是我們大多處生活中在實踐的事情 如果你欠債不還錢 如果你這個 黨產來源不明 等等等等 你如果不公正的話 如果你原本的這個 這個獲取這個東西 是怎麼樣怎麼樣 你就要還回去這樣 那如果你簽了一個約 你就要去承諾 就要遵守他等等這樣 那你包括 這個別人打你一下 你會把他打回去 別人給你一個好處 你要把他還回去這樣 所以他是一種形式上 他是一種Formal 所以他並不是非常實質的 他是一個形式上的這種 這種互惠的這種交換的 這個平等交換的一個原則這樣 對不對 好 那justice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 他是 他是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這樣 那這個老人家 聽到這個問題之後 他就逃走了 因為他覺得這個問題太難回答 他不想回答這樣 而且他 他從事正義的事情 完全出於自私的理由 他覺得回答這個問題太困難了這樣 他就好走了這樣 那後來開始有人去接他的話 對不對 那接他的話的人他就講說 這個 這個 會啊 他覺得這樣子 基本上是沒有太大的錯誤的 可是這個出來就講說 這種完全形式上 對等的這個回應啊 他現在的問題來自於有什麼呢 他包括 如果啊 如果今天醫生啊 覺得你的手段 覺得你的手快要腐敗了 他把你的手因此截肢 那你會不會覺得你還一個醫生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醫生也截肢 你大概不會嘛對不對 這種完全的對等的交換 他好像忽略了我們這個context 忽略了我們所在的這個脈絡這樣 或者今天如果父母親打了一個小孩 那你會講說 小孩給這個父母親最好的方式 就是把這個父母親打回去嗎 那出來舉的例子是說 如果今天有一個朋友 這個 他把他的武器放在你這邊 那他說可能幾天之後 要把他拿回去這樣 那他要把他拿回去的時候 這個朋友其實陷入一個瘋狂的狀態 所以他很可能拿這個武器 傷害他自己這樣 那你這個時候 該不該fulfill你的context 讓他把這個東西拿回去 好 那我們的直覺都在講說 他不應該這樣對不對 他不應該把這個context 他不應該這個 這個實現那個context 讓他把這個武器拿回去這樣 那這幾個這個例子 所展現的問題 他顯示了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第一 他的問題在於說 他沒有注意到這個context是什麼 如果你只是 以眼還眼的話 你有辦法去瞭解說 這個醫生做這件事情 他事實上是在為那個病人的好處 而做這件事情 你不了解那個context 你就不知道什麼叫做 Doing good 什麼叫做Doing harm 對不對 今天媽媽打小孩 他並不是要去傷害那個小孩 是要Doing good to the children 所以這個小孩還給媽媽的應該也是 如果那個懲罰是真正是 是這個帶來好的一個後果的話 這樣 那今天如果一個一個朋友 放一個武器在你這裡這樣 當你還武器給這個朋友的時候 你卻會傷害到他 這也違反我們對正義的想法 因為正義是我們應該要對我們的朋友 不應該傷害他 而是應該給他帶來這個好處 而不是傷害他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如果更了解正義的話 你就會發現這樣一種形式上的定義 它犯了兩個錯誤 一個是說我們不了解context 所以我們不了解什麼叫做Doing good 什麼叫做Doing harm 這個行為到底是帶來好處還是壞處 第二個是說正義事實上 它似乎蕴含了一個原則是說 我們希望對我們的朋友是有好處的 我們並不是完全為了自力而去做正義的事情 所以之前那個老人out 他完全為了自己的自力而去同事正義 事實上不是 當我們這個朋友來去跟我們要回這個武器 會傷害他自己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去做這件事 因為我們不會想要去傷害我們的朋友 對不對 這是為了那個朋友而去做正義的事 而不是為了我自己的好處而去做正義的事 好 那我們再進來下一個這個定義 所以這個定義先入矛盾啊 他太狹隘了 他忘記注意context 他沒有辦法理解什麼是Doing good 什麼是Doing harm這樣 那我們再下一個是這個justice 他是as friendship 這個原則其實非常非常厲害 他大概是我們所有政治生活的主要原則 所以大家不要欺負他 他這個基本上就是我們想要Doing good to our friends 對不對 Doing harm to our enemies 我們希望對我們的朋友是這個 是對他帶來 我們所作所為是能夠是對他帶來好處的 那我們要去對抗會傷害我們的這個敵人這樣 在對抗的時候我們會想要去懲罰他 我們會覺得這個敵人他如果在威脅我們的生活方式 他在這個不適當的在這個剝奪了我們的這個生活的這個基本的生活 甚至他是不公正的傷害我們 我們會覺得我們想要去報復他 我們想要去抵抗他 我們想要去挑戰他這樣 對不對 這是我們想要去這個Doing harm to the enemies 然後Doing good to our friends 那這樣子一個定義 他的問題在於哪裡 我們先來想想看 我們世上生活中的確有很多的這個生活的這個領域 他是具有競爭性的對不對 那在競爭的過程當中我們會分我群 就是我們自己人和對方這些人這樣 那我們在這個競爭過程當中 我們是要想辦法去幫助我們自己人 然後就要去對抗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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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Outside 對方那些人對不對 對不對 那對這個蘇格拉里來講 或是對那個時候的這個 蘇格拉里其實他不是這樣想 對那個時候的這個古希臘人來講 其實正義大部分的事情 是在做這樣的事情的 我在保護我的群體 來去對抗一個會威脅我的群體的一個外人 我希望能夠去Do good to the community 所以這個Friends 他事實上在這個古希臘文裡面 他事實上三文是Philoi Philoi是說我親愛的人們 My dear ones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叫做我的community 我希望對我的community是Do good 是做公正的 是做這個這個 能夠是對他們造成這個這個 有美好效果的這個事情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 這樣一種這個 這個對於正義的這個想法 他為什麼在我們政治領域裡面 這麼的具有這個這個強大的一個效果 你可以想想看 今天你如果是一個這個商業的一個公司 那你要跟這個其他的商業的這個人在競爭對不對 那當你在這個做激烈的這個競爭的時候 那當然你們的主要目的是要去這個獲利好了 所以你們在賺取金錢上面 不斷做激烈的這個競爭一樣 對不對 那一般來說如果按照這個原則的話 我們好像以為說 那你努力的幫你的公司賺錢 然後讓對方的這個錢這個獲利變少 你事實上就是在這個做正義的這個事情 初步看起來也是這樣這樣 可是初步看起來就會問你說 可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你如果在這個競爭過程當中 非常激烈的傷害的那個對手的這個公司 而且只考慮自己的公司的話 這樣會不會造成你的整個政治社群的這個經濟體系 實上是一個不健康的狀態 對不對 你可能完全dominate 你可能完全這個採用這個非法的方法 去竊取對方的這個資訊 你無所不用其極 如果你只把這個公正 視為是狹隘的幫助你的這個生活 這個朋友圈的話 那是不是你就可以不用其極的去攻擊對方公司呢 因為do good to your friends 對不對 do them to your enemies 對不對 那難道說正義這件事情 它做為一種art 如果它是art的話 它這個art就是最能夠去傷害對方的公司 對能夠去保護你的朋友嗎 對不對 我們要想想看 我們在尋找是對於正義的一個單一的定義喔 所以如果justice 是doing good to your friends doing harm to your enemies的話 那justice就應該在這個art上面是最優秀最好的 不然它就不叫做 不然你就要把這個justice叫做別的名字 如果justice它是這樣子的一個定義的話 它就應該在這方面做到最好 對不對 好那如果是一個獲利的公司相互競爭的話 難道justice就是能夠幫你的公司獲得最大的利潤 然後最能夠傷害對方的公司嗎 好 那這個時候 它的推高者當然會說不不不不不 我不是這個意思這樣喔 事實上呢 我們還要考慮到整個政治社群作為一個整體 或是整個經濟體系作為一個整體 那你就會發現啊 我和對方作為一個兩個公司 我們相互競爭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最終是希望對整個政治社群是好的 對不對 那為了整個政治社群的好的 我們會希望有競爭存在 但是我們會有一些法律去規範這些競爭 讓這些競爭能夠最後是對整個政治社群是好的 對不對 那你當然會這樣回應他 出來當然會這樣回應他啊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回應這件事情 最終呢 我們好像兩個公司在相互競爭 對不對 假設他們是兩個這個追求利益的公司好了 好 如果我們把正義直理解成這樣子的話 我們好像是說 最能夠幫我公司賺錢的人就是最正義的人 最能夠商在對方公司的人就是最 也是最正義的人 所以最正義的人顯然就是那個最厲害的那個商人這樣 這個明顯不對對不對 那你就會回應他說 好好好 那我現在可以了解了 正義事實上呢 但是我們想要為整體政治社群的康文貴的努力 如果我們知道整個政治社群的一個共同的好 共同的好意思是說啊 他對兩個公司都好 對大家都好 如果我們知道整個社群的康文貴的話 我們就比較能夠知道我們要怎麼去規範這個競爭 對不對 所以justice應該是在追求某種屬於政治社群的common good 那這個common good的一個思考底下呢 我們可以去對這個政治社群內部的各種競爭 設下這個條件和限制 然後讓這些競爭最終能夠是對common good是好的 整個政治社群所有人共同的這個common good common good這個只是很重要 我們又不斷的提到他這樣 那這樣子難道這個不就是一件這個正義該做的一件事情嗎 所以正義作為一個art啊 正義作為一個art這件事情 大家要小心喔 當這個蘇格拉里用art這個詞彙的時候 他實際上有的是這個古西亞文明裡面 指設了一個特定的這個關於知識的一種形態這樣 那他在古西亞文就說technic 那文版可以把這個技術或者是技藝都可以 那他指設的是一種可以被傳授和教育的知識 所以你看航海術啊 醫療啊 血匠啊 製作為一個人被他提到的 甚至別人這個噴論也是一種可以傳授教育的這個知識這樣 所以不能夠educate 不能夠傳授的知識就不是art 那你一旦有一個art的話 你就有那個權威去治理 你在治理的那個對象 知道什麼對那個對象來說是最適當的 如果你是一個doctor你是一個醫生 你擁有醫術這個art 你最知道怎麼去治理你的這個病患 對不對 而且每一種art它是不是是哪一種 針對那個art的一種最屬於那個art的一種群 就一種art呢它只會產生一種特定的群 它不會產生兩種 如果要產生第二種的話呢 那這個第二種通常是別的art而產生的 要不然你就不應該把這個兩種櫃這樣 一種art只會產生一種人生的這種明善的這個事物這樣 那航海當然就是產生出這個非常好的一個航行的這個旅程 鞋匠當然是產生出這個最好的這個鞋子對不對 一種art只會產生一種櫃 這個是古夏人對於知識的看法 而且他們認為知識是很值得驕傲的 很值得尊敬的一個人類的這個活動這樣 所以他們想要把政治治理這件事情 想要把工證這件事情 比擬成類似衣術啊 航海術啊這樣子的一種art 所以他們才要去爭辯說justice是不是一種art 因為art被古夏人認為是一件非常驕傲的 值得尊敬的一種人的記憶 人和動物的不同就來自於人有人力 去發展出各種各樣的art 來豐富人類自己的這個生活這樣 然後這個是要日記樂壘專研的知識 而且這個知識是可以累積的 因此可以傳遞 而且它可以產生出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某種特殊的good 而且擁有的人就有知識的權威去治理他自己的這個對象這樣 那對柏拉圖來講 他會把這個art加入一個他自己的一個西神是說 什麼叫做一個art 代表說那個施展跟art的人啊 他必須要先能夠托他的理性 去瞭解一個比如說醫生 他要去瞭解一個最完美的身體長什麼樣子 那個就是最理想的身體的樣子 我們把這個form 身體的這個理性 當他知道對理想身體長什麼樣子的時候呢 當他去面對這個病人的這個身體的時候 病人身體就是他的材料 他會知道怎麼把這個對理想身體的這個form 把它加注在這個材料上面 然後讓這個材料呢 能夠獲得這個治癒 然後產生一個這個健康的身體這樣一個產品 所以對柏拉圖來講 這個art他有更深的一個意涵 代表人有能力去理解什麼是一張最好的椅子 什麼是一個最好的一種航行的一種方法 什麼是一個最美妙的食物 當你去了解那個form的時候啊 你這個擁有這個art這個人 他就會知道怎麼去治理 他要治理的那個材料 他就可以生產出某種人類生活中 非常重要的一種棍 這個是他們對art的這個看法這樣 那他們在爭辯會是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money seeking是一種art嗎 賺錢這件事情一樣 或者是這個追求權利是一種art嗎 這個人非常善於這個爭權奪利一樣 爭權奪利這個記憶是一種art嗎 或者說詩啊 創作詩是一種art嗎 justice是一種art嗎 詩很有趣 這個布拉圖在一個在他的錄裏面 叫做EON EION 他就認為詩不是一種art 因為他覺得詩人在創作詩的時候 他其實並不是因為先了解了那個詩的知識 而去創作詩 很懂詩學的人不會成為一個好的詩人 對不對 真正能夠創作詩 他並不是因為他掌握了那個知識的理性 而是因為他獲得inspiration 他好像著魔一樣 他被神啟發的 他被神這個捕獲的 所以他可以 他可以不斷地在他的詩作裡面去把 神給他的這個啟發不斷地展現出來 所以詩創作並不是一種art 他是一種inspiration 他是一種靈感這樣 所以詩在這個EE上你看 他這個定義上 對布拉圖來說他並不是一種art這樣 那我們再來問說 那money making是一種art嗎 布拉圖事實上在裡面反問我說其實不是 因為任何一種art啊 他其實都是為了這個 他自己對象的好而去施展這樣 醫生是為了他要醫的那個人 航海員船長 他是為了船上所有人的這個生命安全 和他們的這個旅程的這個好 對不對 那一個好的鞋匠 他是為了做出一個好的鞋子來讓人穿 所以任何一種art他之所以被尊敬 是因為他是為了他統治的那個人的這個美好 而去做這個art 可是money seeking或是power seeking 雖然很厲害你很會賺錢 然後你很會爭權奪利這樣 可是呢 你並不是為你的那個對象而去努力 為他的好而去努力 而去治理 所以你這不配稱為一種 他不配稱為一種知識 對不對 布拉圖對這個money making 和power seeking 他的回應是這個樣子 他並不是一種art 他並不夠資格成為一種知識 所以你不會說很會賺錢 他不覺得是一種是一個比較wise 比較認的 比較具有知識的人 他其實並不是 他就是不學無術 對巴圖來講這樣 可是呢 正義呢 正義是一種art 當然我們發現巴圖這裡可能有盲針 他一來他說啊 他說你看喔 這個公正的人會不會想去統治 他說不會 因為所謂的統治這件事情啊 是為了你要去統治這個對象而統治 所以真正公正的統治者啊 是為了讓他統治了對象的好而去統治 做一種art也是這樣子啊對不對 art是為了你這個對象 這個統治對象的好而去統治這樣 所以公正人去統治的話 他自己是不會得到那種好處的 因為justice做一個art這件事情 不會給他帶來好處 他只會給他統治的那個對象帶來好處 那justice man他統治的好處是什麼 對他自己的好處是什麼 他對錢沒有太大興趣 他對榮譽可能也沒有這麼高的興趣 可能有幫助可能沒有太高的興趣這樣 巴圖就很諷刺的說 他唯一的好處是 他不會被不公正的人統治 所以公正想去統治 因為他是他不想被不公正的人統治 那他統治唯一給黑拉帶來的這個獎賞 這個是他對公正的第一個關於獎賞的看法 現在並不是他完全的看法 因為你看他的第一數的最後面 他說什麼 他說為什麼一個公正人是最快樂的人 這是我們忽然撒住了對不對 你之前不是在講說公正的統治者 他其實不會因為統治公正而快樂吧 他只是為了不想被別人統治而去統治吧 那公正的統治公正的去幫助別人這件事情 事實上不會給自己帶來好處嘛 這個不是art的尊嚴嗎 那你今天怎麼會告訴我說一個公正的人 會給他自己帶來好處呢 你講的公正是什麼意思 對不對 所以他那第一數的解法是很巧妙的啊 他原本把公正理解成對他人 幫助他人處理事務的時候是公正的 或者處理他和他人關係的時候是公正的 公正的統治者 他最後面忽然轉換成不對不對 我在講的公正呢 他事實上是一個非常善於統治自己靈魂的人 非常善於統治自己生活的人 所以公正他事實上做一種art啊 他事實上是最知道怎麼去統治自己 good life的那種那種那種知識或者是能力 卓越的能力這樣 所以你會知道你應該賺多少錢 你會知道你和鳳梅間關係該怎麼樣 你會知道你這個該找什麼樣子的工作 你會希望你該追求什麼樣子的這個休閒的人生 你會知道你該不該參與政治 這生活中所有good life的組成啊 他應該佔什麼位子啊 他應該怎麼安排啊 什麼是一個art of art 或是一個像建築師般的art 什麼叫做建築師般的art 你看蓋一個房子啊 善於坐窗戶的人數的窗戶 善於坐地毯的人坐地毯 善於坐椅子的人坐椅子 善於坐桌子的人坐桌子這樣 善於坐風扇的人坐風扇 可是這些東西之所以要能夠組合成一個 這個適合居住一間房子啊 需要工程師對不對 建築師 建築師是真正知道如何整合這些good的那個人 所以建築師的art對於這些art來說呢 是master art 他是總管這些art的art 那出來就會說 我告訴你 所謂公正的人這件事情啊 就是他最善於管理他生活中的所有的good的位階 大小數量 那個master art art of art 像工程師般 像建築師般的那個art 那個就是justice 他作為art的這個特性這樣 可是他跟他這樣子說的時候 我們會忽然有點震驚這樣 可是art這件事情呢 據你剛剛來說不是說 他對自己是不會有好處 他是對他自己的對象有好處 現在你把自己的對象針對自己的理論 這樣不是很狡猾嗎 這樣你在做art justice這個art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變成是你的靈魂獲得了快樂 所以你自己又獲得了快樂這樣 他做了一個這個小小的twist 其實是很狡猾的吧 justice這個東西 從做一個公正的統治者 轉換成是一個 最會統治自己靈魂的這個人 可是你如果是一個 最會統治自己靈魂的人 代表說你最了解生命中的 所有的這個good和art 該搬什麼樣的位置 你知道什麼是good 對不對 那其實意味著你是一個哲學家 只有成為一個哲學家 他才會知道所有的good組合 該怎麼排列 因為哲學家就是那個 最想要擁有所有good 那個知識的那個人 所以他真正長有所有good 該怎麼排列的知識 他了解the whole good 他了解good的這個總和 所以按照 說蘇格拉底最後的那個定義啊 只有哲學家才能成為一個公正 對自己的靈魂公正的人 他因此能夠成為一個快樂的人 對不對 可是這樣子的一種人啊 哲學家 最知道怎麼樣安排自己的靈魂 那這種記憶呢 我們可以把它說是一種justice的 這樣一種記憶 那他應該就是最快樂的人 對不對 可是這樣一種人啊 跟做一個公正的統治者 關係是什麼 做一個公正的統治者啊 你看如果這個是一個 political society city的話 做一個公正的統治者啊 他的justice做一種art啊 確實也是一種像建築師般的art 他也是一種master art 他也是一種art of art 他最知道怎麼把政治社群中 所有的art 該做什麼樣子的排列 他最知道common good是什麼 而且他知道common good 而且是who 他知道整個政治社群 完整的good是什麼 而且他也知道 對所有人來說 共同的good是什麼 這樣子的人 他才是一個真正公正的統治者 因為這樣一種知識 就叫做justice 對不對 如果我們認為justice是一種art 他該是這種art 那我們會就是說 我們會說他是一個 最知道怎麼治理的人 我們會說他是一個 最公正的統治者 是不是 那我們就會再問啊 那這樣子的人是快樂的人嗎 最公正的統治 因此是快樂的人嗎 剛才你蘇格拉底不是說 這個公正的統治者 他在治理的時候 他是為了其他人的good而統治 所以當他理解的common good 事實上是其他人的common good 好像並不一定 包括自己的good在裡面 對不對 所以你還是沒有告訴我說 這樣子的 這個公正統治者 是不是一個快樂的人 我只是同意你說 確實 justice作為一種art 或者統治作為一種art 我們確實需要 這樣一種像建築師般的一種知識能力 可是你還是沒有告訴我說 那個統治者他是不是一個快樂的人 你最後面只有告訴我說 哲學家會是一個快樂的人 因為他最善於統治自己的內心 可是統治自己的內心這件事情 跟統治整個城邦這件事情 是同一件事情嗎 是不是 好 那我們來看喔 如果我們在這裡justice 你看這個為什麼是在justice分序裡面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把justice理解成 他能夠去 他不只是在這個 各種小的association的競爭當中 競爭獲得最大的利益不是 你是一個最好的商人 你是一個最好的戰士等等 他都不是justice這個art 該指設的這個能力 所以該指設的能力其實是 所有的這些競爭的這些能力裡面 都該預先假設的一種能力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對整個城邦最好的康門櫃 你其實不會知道這個企業之間競爭 該用什麼法律來去規範 對不對 你是一個醫生啊 你花盡所有的資源只救這個病人啊 對這個城邦來說可能是不好的 所以即使醫術這種art啊 它要成為一種真正的一種 我們會覺得是最好的一種art啊 它其實必須要假設 這個醫生生活在這個政治社群裡面 而且我們了解整個政治社群的common group 所以我們可以告訴這個醫生講說 什麼時候資源應該用到什麼地方就最好的 什麼樣子的病我們該去醫 什麼樣子的病我們可能就該慢慢放手 對整個社群是最好的 所以醫術它作為一種特殊的art啊 它顯然也要去假設了某種 關於整個社群的common group的art 它才能是一種真正的讓我們覺得是一種完整的知識 那所有都是一樣的啊 航海樹啊 或是這個鞋匠啊 烹飪等等啊 美食啊 各種各樣的art啊 如果你擁有這種art的時候啊 你要去治理你到自己的那個對象啊 到底什麼樣的治理是一個真正完整最好的治理啊 如果你不知道整個社群的common group的話 你那個烹飪的技術它還是有缺陷的 對不對 但是今天假設你做出超級好吃的食物 所有人吃的就會不斷的狂吃這樣 你就會說哎呀我真是太厲害了 我真是像美食專家 美食這個廚師大師這樣 可是造成了這個城邦人都變得非常的肥燙這樣 等等等等 造成了很多不好的一個後果這樣 那其實你沒有真正了解烹飪這個藝術 它該有的這個自我節制的這個規範這樣 所以justice它作為一種art呢 因為它了解整個政治社群的the whole group和common group 所以呢它其實應該是所有政治社群的內部的個別的art 該去預設的一種知識 可是那個醫生本身他其實不知道common group是什麼 對不對 那個廚師他也不完全知道common group 你要醫生案廚師花時間去瞭解他的這個記憶 到底對整個城邦有什麼一個好的影響太困難了 所以一個好的這個治理者他應該要去立下各種各樣的法律 讓每一個art最後都對整個城邦的common group 是有最好的一個效果的 所以在整個城邦的這個治理裡面 所以在整個城邦的這個治理裡面 justice它確實還是art of art the master of art 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什麼叫做do good to your friends 如果你真正知道什麼是成長的common group的話 你就會知道什麼真正do good to your friends 你這個company啊 你這個公司跟別人慘烈的這個競爭啊 你知道什麼時候 我競爭應該到這裡為止 我不應該做那樣子的行為競爭 等等等等等等這樣 他雖然讓你的公司沒有辦法獲利這麼高 所以你沒有真正幫你這個公司內部的friends 獲得最大的利潤 對不對 可是呢 你卻幫整個城邦的所有的公民 獲得一個最好的common group 所以你還是do good to your friends 只是我們更了解什麼是good 我們更了解什麼是friends 你雖然沒有讓你的這個公司裡面的人獲得最大的利益 可是事實上你幫助了整個城邦 獲得一個common group 最好的一個實現 所以間接來說 你公司內部的人也獲得一個很好的一個這個 一個好處這樣 而且整個城邦的人事實上都是你的friends 大家會獲得了共同的一個好處這樣 對不對 所以justice啊作為都會都有friends 我們常常有emineness啊 就整個城邦這個格局來說啊 他其實還是對的 只是我們更了解什麼是good 我們更了解什麼是friends good 什麼是真正對你的朋友做一件好的一件事情 除非你了解整個城邦的common good 所以你其實不完全知道你這個件事情 是不是一件好的一件事情 媽媽打小孩 他會覺得他就是為了這個小孩子的好 這樣用力的叭叭叭叭叭這樣 可是呢你要知道 我們這個整個城邦呢 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城邦 我們尊重這個每個人 最後要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功能 所以你這樣一種打罵教育呢 只有會摧毀了小孩子自主的能力 所以你這個打罵教育其實是錯的 所以你要怎麼去節制這件 打罵這個art呢 尤其有時候是對的 你要怎麼去節制它 除非你了解整個城邦的common good 不然你不知道怎麼去控制這個 就是一個個別小的art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確實啊 都會有分 可是你要 good代表說你要知道整個城邦的common good friends呢 你要擴大到整個城邦 這樣我們就會覺得justice 好像在這樣一個理解上 是對的 因為justice這個art 他就是最能夠了解整個城邦 需要什麼樣子的good 共同的good 最完整的good 而且他因此能夠知道 哪一個故事該怎麼樣被節制和治理 對所有人都是最好的 所以他能夠對朋友真正的好 而且他知道朋友是誰 對不對 這樣我們就脫離了原始 這個定義他落下的陷阱 就是說好像最好的商人最好的戰士呢 就是把這個art做的最好的人 可是商人和戰士他們雖然在他們局部的競爭裡面 好像幫助了他的朋友 可是他因為他不知道整體的good 他也不完全意識到他的朋友是誰 商業競爭你其實傷害了自己的公民 他也是你的朋友啊 對不對 所以如果真正了解你的朋友是誰 真正了解你的good是什麼的話 其實呢 justice就是為了整個城邦的common good 統治 這樣就解決了這個定義裡面的陷阱 justice確實是friendship 可是friendship是整個城邦的人 而且你是要去幫助整個城邦的common good 能夠獲得最好的一個實現 所有城邦內部的競爭內部的art 他都可以通過了解整體的common good 而獲得解決 所以justice就完成了 他就是friendship 可是這個friendship要把他理解成整個城邦的friendship 理解成整個城邦的common good 這個是我們在政治領域裡面啊 最常見的一種對正義的看法 我們在討論說哎呀 台灣要成為一個公正的一個國家 台灣啊 你事實上你是把這個friendship全訂出來的 你在最初是一個公益的台灣 對不對 你需要了解所有大家的衝突裡面 我們怎麼樣找出一個公益的解決方法 公益的方法 必須要從了解什麼是common good 著手 你就會知道了解 要怎麼樣各種衝突 應該做什麼樣子的一個限制 是不是 而且啊 當有人威脅到你們這個城邦 想要保護的common good的時候啊 你事實上就要去對抗那個敵人 你要能夠齊而對抗 所以愛國主義在這裡面是非常重要的 你如果覺得台灣的自由民主公正是核心價值 今天如果有人他這個 你覺得他會顛覆這個核心價值 他可能是無知的 他可能是有益的 他可能是這個沒有想得很清楚 那你可能就會出來譴責他對不對 那甚至會懲罰他 如果他真的造成了傷害的話 那當然對付外部的敵人 當然更是這樣子啊 再加一種思考一下啊 最常見的就是認為說 國與國之間事實上就是相互競爭的 對 人的世界裡面這個美好的事物是有限的 那每個人都有想過一個美好的生活的話 資源是有限的 所以大家一定是相互競爭的 那每一個城邦呢 都在為自己的這些城邦內部的公民 Friends而努力 他們的comment weight而努力這樣 所以城邦與城邦之間 他有一個準競爭 或他有一個本質上 事實上是本質上競爭的關係這樣 是不是 所以我們大概在這樣的一個思考裡面 我們不會去討論國與國之間的正義問題 國與國之間不太有所謂的Friendship 有的話也是很淡保的Friendship 遠比你公民同胞內部的Friendship 來得淡保很多這樣 是不是 你看足球比賽就看得很高興 然後會甚至去支持哪一個國家等等等等這樣 可是最終你真正深厚的Friendship 是你的公民同胞們這樣 那你可能盡量不要想要去 不公正的對待其他國家的人 可是當你的這些公民同胞們 他們面臨危機的時候 或當他們面臨一個不正義的一個威脅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需要很多的經濟成長 才能夠去克服這些不公正的威脅的時候 你在經濟競爭上你就是relentless 你就是無情的 我就是要變成一個最富裕的一個國家這樣 那你這些國家變得貧窮你就算了這樣 對不對 在這樣一種思考之下 他其實是我們政治社群中最普遍的一種思考 你事實上你最自然的 最立即的 最衝動的 想要保護的人 是你熟悉的朋友們 你的公民同胞這樣 那因為你對good有更高的了解 所以你的愛國主義呢 他事實上是高貴的 因為你知道什麼是common good 你在追求那個common good 當大家都追求自己的失利的時候 是因為你有愛國心 所以你為了功力站出來 挑戰那些貪婪的 就是為追求自己失利的政客 讓你出來競選挑戰他們 因為你認為你真正知道common good是什麼 然後去實現這個common good 所以政治裡面有競爭 可是競爭的時候 如果你作為一個真正了解common good 也追求common good的人的話 just man的話 你事實上就要去挑戰那些 這些貪婪的智利的這些資本家 或者是這些政客的勾結 對不對 為了你自己國家的common good而努力 所以他在政治裡面 他有某一種尊嚴和高貴在裡面這樣 這就是我們日習以為常的一種 對正義的這個看法 是不是 可是呢 這個看法很快的 又很不幸的 他又被這個 這個 這個 蘇格拉底他戳破了 他說啊 好吧 儘管 儘管你說了這麼多 這些 我可以理解在政治領域裡面 political justice就是這種東西 沒有錯 在政治領域裡面 我們最小的 其實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一種為common good的人 努力的一種justice 可是啊 我要問你啊 如果你的朋友裡面啊 有不公正的人 如果你的敵人裡面啊 有公正的人 那你會覺得 你會想要去 do good to the unjust person 或者是想要去傷害 所謂的just person嗎 你這個friends的定義 你是不是要重新理解一下 比如說 好 今天如果 沒有 今天事實上是這樣 全世界都在陷入 全世界有大概上百萬人 生活在貧窮的線以下 對不對 他們這個 全球的激況其實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樣 可是事實上各個國家 他們事實上只在乎自己的經濟成長 那他們在支持一個全球性的一個資本主義體制 那這個不斷追求自己的利潤最大化的這個資本主義國家 他事實上不怎麼去在乎這些 這些飢荒的貧困的人 而且甚至是這個體制 他某大程度上 他事實上貢獻 造成了這些飢荒的這些模式 這個大公司大財團 他因為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些競爭 他變得非常的巨大 所以他要去第三世界國家去羽球 那這個羽球事實上造成了這些國家的這個貧窮 是一直沒有辦法翻身的 所以你某個意義上 那你追求你自己的利潤這個 這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行為 你某意義上促成了全世界的這個計畫 那你會覺得你在做一件公正的事情嗎 如果你覺得公正 就只是幫助你的國家的common good的話 難道你就可以這麼無情的 不用去理那些你傷害的 陷入計畫的那些人嗎 那些人沒有做任何的不正確的 他們不是unjust person 你怎麼可以去傷害一個just person呢 你怎麼可以 只是追求你自己的國家的利潤 而去傷害這些 這些飢荒的人呢 所以你看 布朗特他這個時候 就進入了下一個定義 他認為說 Polive of friendship 即使你擴大到國家的範圍 它還是有問題 我們所謂真正的正義 它應該是一個 追求所謂的moral impartiality 不管他是你的朋友 或者不是你的朋友 不管他是你的公民同胞 或者不是你的公民同胞 只要是人啊 他就有平等的道德性 道德價值 我們應該要對任何人啊 只要他是人啊 在道德上是公正 這道德上公正就是說啊 你要do good and do harm to a just person do harm to unjust person 對不對 如果你的國家 比如說啊 外勞 外勞在你的國家裡面 被你的國家當作是 促進經濟發展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 經濟的這個成分 可是你對這些外勞 不需要公正嗎 為什麼這些外勞 做同樣的工作 可是卻享有不同的這個工資 難道可以真正用他的國家 和你的國家 處在不同的這個 經濟發展的外界來解釋嗎 你這樣不是占他們便宜嗎 那你有沒有可能對外勞公正 對不對 或者是戰爭 如果你這個國家發動戰爭 跟別的國家產生戰爭啊 那你的國家通常會宣佈說 是自己遭受不正義的侵略 所以自己反擊別人這樣 那個土地本來就是我的 他佔有了很久 我現在去把那個土地捉回來 所以我是公正的 每一個發動戰爭的這些政客 都會說自己是公正 可是你如果是一個士兵啊 你覺得你自己國家是不公正的話啊 那你要去支持你的國家的戰爭嗎 可是你如果不支持的話 戰爭很可能導致你的國家就滅亡了 那你要不要去支持一個不義 但是能夠保守你國家生存的一個戰爭 或者是這個 現在很多這個國際上的這個難民啊 這個這個這個等等啊 他是不是 我們這個整個全球的一種 政治經濟體制 如果促成了這個難民的這個出現的話 那你是不是應該為了公正這件事情 去改變我們的政治經濟體制這樣 就如果你真正把正義 視為moral partiality 你把每一個人當作個別的人來看待 而不是當作你的通名同胞而已的話 你就超越了Junkies的 friendship 對不對 你就真正對待每一個人 想要做到不偏不倚 公正就是對待每一個人都不偏不倚 不然他是不是我的朋友 可是很多家都可能會是到美國家的安全啊 比如說Edward Snowden 有人就問他說 你這樣子的做法有可能 有可能會是到美國家的這個安全 Edward Snowden就說 我考慮的不只是美國人民的這個這個 言論自由和這個 和這個自力發展的自由和尊嚴而已 我認為全世界的人他應該都受到報復 美國NS他是讓他沒有資格 對任何國家的人 進行這樣的一種資料的這個收集 這個時候 Snowden他事實上就超越了Political French 他原本可能是想要保護美國公民的基本權利 他事實上他的做法 有可能會受到美國的安全 因為他考慮到的是全世界的人的這個 基本的這個權利 他對每一個全世界的人都不偏不倚 他不覺得他應該要基於保護美國的利益 而去傷害到其他世界的人的這個基本權利 是不是 這個就進入Monal Partiality的一個境界 我們把這個叫做Moral 把他跟這個Political Justice去隔開來 這個我們把他叫做Monal Justice也可以 然後這個是Political Justice 那如果Justice是我們覺得真正一件尊貴的一件事情 他其實應該要走向這裡 因為你不會想要去傷害一個不公 其實沒有做任何不公正的事情的這個人 所以你再做 你如果只把Political Justice想要走出來 你就會去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到了這裡 這個原本以為是該結束的 就是說你到這裡應該把這個真意已經推到一個極限了 沒有 沒有 然後我繼續在日本 他說Justice 還有進一步的一個更高的一個境界 我把它叫做Human Dignity 我們剛才說到說 我們不應該去傷害一個公正的人 我們不應該去傷害 我們應該要傷害的是一個不公正的人 所以這個人如果他真的做了不義的事情的話 我們會想要去教訓他 懲罰他 在這個階段Monal Justice 才是要求我們去懲罰和去教訓這個不公正的人 可是Political Justice會說啊 沒有沒有沒有 如果我們只在了解公正他 你會發現啊 我們其實不會想要去 傷害任何的Human Being 包括Unjusted Person 如果你今天把一個犯錯的人關起來 然後你用各種辦法去懲罰他 導致他原本從一個公正的人變成不公正的人 你會覺得這樣應該是一件錯誤的事情嗎 對不對 公正的做也不應該讓一個原本公正的人變成一個不公正的人 所以你要去懲罰一個人的時候啊 你上一件事情是為他的好而去懲罰他 你不會真正想要去傷害那個人 所謂的真正的傷害就是讓他做為一個人這件事情啊 最重要的做為一個人的特質和尊嚴這件事情被傷害 那叫做真正的傷害 公正呢 他不應該讓人做為一個人真正的尊嚴被傷害 所以如果是一個公正的人的話 我懲罰你 不應該能夠讓你成為一個不公正的人 那對柏拉圖那個古希臘世界公正的人是一個最好的一個理想 可是對於我們當代的話 我們大概會認為說做一個自由自主的人 然後把其他人當作平等看待的一個人 是一個最好的做為一個人的一個理想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而且是做為一個人的尊嚴所在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去傷害一個做錯事的人啊 你就不應該把他視為一個 或者是把他做為一個自由自主的人這件事情啊 把他傷害這件事情 比如說舉例子tulture 為什麼這個tulture是不對的 即使我們抓到一個疑似恐怖分子的人 那我們有很多證據懷疑他可能這個 這個在城市埋藏的這個定時炸彈 那你想要從他身上獲得那個定時炸彈的資訊 那你可以不能去tulture他 為了你的這個political friendship去tulture他 如果你沒有讓他說出資訊來的話 你可能就威脅到整個城市 整個城市可能就會被這個炸彈毀滅掉 你能不能夠去tulture他 為了你的political friendship 我好像覺得說不能啊 作為公正這件事情 他必須要尊敬人 作為一個人是一個有尊嚴的動物這件事情 那tulture一個人在我們當代的這個理解之下 你事實上是藉由身體和心靈的痛苦 去瓦解掉一個人的基本上的integrity 一個人的完整性 讓他完全被你破碎掉 粉碎掉 他的身體和心靈一樣 導致他完全失去他的這個self 和他的這個自主控制的能力 因此他說出了那個事實 可是當你這樣做的話 你事實上是完全去否定了 能做一個有資源動物的一件存在這樣 可是justice他不應該去做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認為人 就雖然跟動物不一樣 那個最珍貴的特質是什麼 是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應該傷害這件事情 你如果今天要去懲罰他 目的也只是為了讓他 變成一個更好的那樣子的人 而不是要真正傷害到他那個特質 所以我們當代會覺得tulture不可以 那博畫圖那個時候 會覺得讓一個公正的變成不公正的人 不可以 即使你為了這樣子的好處 對不對 而且這個會限制了你的懲罰的這個範圍 你不能用偷球這樣子的一個懲罰 即使這個做再惡劣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那你看當代的死刑事實上 他的battlefield在這裡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困難 為什麼死刑他違背了人性最重要的一件 這個做一個當代最重要的這個自由理性平等的一個人 這樣一種存在的一種方式 有還是沒有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占不完 不過他已經進入了這個領域 那justice是這樣子 在柏拉圖的推論裡面 他的第一個階段是一個非常內弱的 形式上的 沒有脈絡的 我們會覺得他有問題 可是我們事實上也不認為他們完全是錯的 我們會覺得公正是對的 我們覺得欠債就該還錢 我們覺得他對別人做了什麼惡劣的事情 我們就要這個 不是加倍奉還 是這個如實奉還 對不對 但是這個地方因為沒有脈絡 我們不知道什麼叫做Doing Good 所以我們到了這裡 那我們從了解整個政治社群的規之後 我們了解什麼叫做Doing Good 對不對 可是這個政治社群的規 還是屬於這個政治社群的 所以這樣是一種規 它其實還是一種Friendship而已 是不是 你真正要去打破Premity Texas 這個justice的Friendship 你事實上要到這裡 所以真正對待全世界每一個人是 道德上是不偏不移 是平等的 那你覺得考慮各種這個跨國之間的這個正義和剝削問題 對不對 為什麼一個 一個客腦外腦住在台灣十年 他都沒有這個政治權利 他明明被這個政治體制管理 為什麼一個人被政治體制管理 他可以 他可以不需要擁有一個民主的這個 決定自己未來的一種能力 所以外腦需不需要有一個民主的這個 一個 一個政治參與的這個權利 如果同一種Friendship 就會覺得事實上 我們認真考慮的話 說定我們應該要給他們這樣一個權利 這樣 我們不應該直接從Premity Texas 去區隔說 外腦不應該有什麼 或應該有什麼 對不對 然後最後就會到達這裡 我們四人作為一個 某種有尊嚴的一種動物 我們就是有某些事情不希望去傷害他 以避免他不再是這樣一種有尊嚴的動物 這樣大家OK 歡迎是Justice 跟大家讀的理解的差不多嘛 對不對 好 到底要不要這樣蠻厲害的 大家蠻厲害的 好 不過大家要注意到 這個領域事實上不容易被忽略掉 我們當然會覺得分訊很蠢對不對 你怎麼可能這個 這好像就是說 正義很義氣一樣 義氣相挺就對了 我們會覺得很蠢對不對 但是沒有 我們事實上我們這個領域 經常就是這樣在做 因為我們把整個國家當作一個範疇 然後你就會發現 國與國之間的正義沒有什麼人在看 他會覺得很愚蠢 我們事實上最久是整個國家的common grade 通常就只是這樣子而已 這樣 所以Edward Snowden他事實上 他之所以 金玉董又有危險領域 所以他跨出了這個到了這裡來了 而且他甚至到了這裡來了 即使他揭發的這個NSA這個system 很可能對恐怖分子是有幫助的 因為恐怖分子因此 知道怎麼樣去防範NSA 收集他們的這個資訊 可是你基於維護人性的這個尊嚴 你還是覺得你應該要去保護每一個人 不應該被NSA這樣子收集 即使他可能是以恐怖分子 這個是What is justice 就是在一個這個 從這裡出發 走的一個路線 他一個出發點是我們回到這個 Tracy Marcus的一個問題 他第一個是說 他直接就挑戰這整個討論 他說這整個討論 事實上都犯了一個錯誤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正義就只是強者的利益而已 那Tracy Marcus這樣的看法 事實上很吸引人 事實上大多數的一般人民 包括雅典人民 事實上是偷偷相信這樣子的看法 所以Tracy Marcus事實上在最後的 第一書裡面看起來好像落敗 可是事實上後來這個Glaucon Glaucon事實上是在整個對話裡面 他是最重要的一個學生的主角 他上次重新pick up這個Tracy Marcus的這個論點 再挑戰一次蘇格拉底 所以說他原來才最後被迫要講住 整個理想國的這個設計 不然他沒有辦法回應這個問題 那我們可以很簡單看他的這個辯證法 是怎麼樣做的 第一個Tracy Marcus就會講說 其實正義很簡單啊 你可以看到每一個城邦啊 所謂的正義就只是那個城邦的那個統治的那個群體 他們頒下的這個法律 事實上就是如此啊 當一個 當一個人在統治的時候 他就是King 他就是一個王子 他就是 以他個人的意志決定什麼是正義 他幫目的法律就是正義 當the few統治的時候 那就是貴族制 貴族就決定了什麼是法律 當democracy統治的時候 就是多數人在統治 那就是多數人這個統治群體在決定什麼是法律 所以所謂的法律 就決定了什麼是法律 決定了什麼是正義 所以正義不過就是legality 他就是法律決定什麼 那就是正義啊 那法律就是統治者頒布的法律啊 So justice is only legality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這個 其他第一個命理是這個命題 可是當你提出這個命題的時候啊 他事實上並沒有挑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可是這些不同的群體頒布的法律啊 難道沒有一些法律是真正對common good好的嗎 難道沒有一些法律是真正對被統治者是好的嗎 我可以接受事實上每一個統治團體 他頒布這個法律 他就把它叫做正義這件事情 可是這些法律我們還是可以去判斷 什麼是真正for common good 什麼不是for common good對不對 而且ideally我們會覺得for common good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們會覺得這個法律是錯的 是不公正的 欸 那代表說 法律正義不只是legality啊 正義事實上是另外一個我們認為理想中 為common good而治理的法律 這些統治者在治理的時候啊 他不會為了common good而統治 他只是為了他們自己的private good而統治 所以每個治理者他事實上頒布的法律 是為了他自己的private good而統治 所以當democracy的時候多數人啊 多數人是窮人嘛 他們為了自己的private good而統治 他們就會去剝奪富人的這個財產 那富人統治他們就會去想辦法去累積他們所有的財富 所以大家只是為了自己的private good而統治 那所以他們不會為了common good而統治 這個講到統治為了什麼 為了統治 那蘇格拉底還是會回應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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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統治者他雖然為了自己的private good而統治啊 他可能搞錯了自己的private good是什麼 他可能不小心頒布了對common good好的一個法律 對不對 他可能搞錯啊 所以那個法律他可能真的為common good好 雖然那個統治者以為為了他自己的利益好 所以我們還是有另外一個標準 就是just that this is for common good 那我們可以拿來批評 當這個good只是在服務被統治者的時候 這件事情這樣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這個水平要跳到第三點 因為你如果一直覺得說這個兒 有一個更理想的統治方式叫做for common good 你如果要做的統治的話 而且這好像是每個人都design的話 你很難真正去argue說justice就是強者的利益而已 不是任何其他的東西 因為蘇格拉底一直立了某一種理想的統治的標準在那裡 在跟你對抗這樣 對不對 所以蘇格拉底真正他要去毀滅的是 你講的那個justice他事實上並沒有那麼高貴 他也並不是每個人想要的 他要在這個justice as idea的一個理想中 他要在這個idea的那個平面上去對抗 因為在事實上的確他有可能實現 有可能不會實現 那如果我們理想中還是想要一個idea的justice的話 那你還是會覺得真正idea的justice是真正 for common good的統治 而不是for justice 強者的利益而統治而已 對不對 所以蘇格拉底就要去說 那我告訴你 我要真正要去講的是說 當這個統治者呢 他是一個完美的統治者的時候 當他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統治的時候 他奔布的法律就是這裡 那我所謂完美的統治者 是說他不會搞出他自己的利益是什麼 他完全知道他自己的利益是什麼 也因此他完全的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 所以他完全為了他自己的財富 為他自己的民生為他自己的權利而統治這樣 所以他是一個完美的不正義的人 你要知道這個竊誅者賊 竊國者猴這樣 如果你是一個一般的小偷偷錢啊 你通常會被抓到被懲罰 你會覺得做不正義的事情 是一個很尷尬的事這樣 尷尬而已 可是你如果真的能夠竊國的話 然後去slave大多數的人啊 然後可以去把其他國家都打敗的話 成為empire的話 你就會是大家稱道的對象 而且大家都渴望成為你 對不對 所以完美的不正義的人啊 其實大家是真正想要渴望成這樣子的 而且大家會覺得這樣子的人 事實上是最值得稱讚的人 因為他擁有所有大家想擁有的東西 他擁有最多的錢 最多的民生 最多的權利 他可以打敗所有他的敵人這樣 因為他是一個完美不正義的人 所以他做了不正義的事情的時候呢 他其實不會被懲罰 如果會被懲罰代表說 你其實並沒有真正的完美的不正義啊 你真正完美的不正義 你就可以善於利用欺騙 所以你絕對不會被真正的懲罰 所以真正大家想做的其實是暴君 是Tirant Tirant是完美不正義的人 而且他不會被任何人抓到他 懲罰他 做不正義這件事情這樣 所以不正義是我們真正渴望的那件事 而不是你的ideal justice 你知道隨便要做第三個move 他其實是要挑戰那個ideal justice 作為他們渴望的這個對象這件事情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能不能真正渴望去做一個這個 這個完美的不正義的這個人這樣 我們現在先來到這裡 然後到這裡的時候 他就遇到蘇格拉底的這個批評了 蘇格拉底的這個批評了 蘇格拉底的批評是什麼 他的批評是說 他這樣子的一個統治 他真正具有完美的知識嗎 那你會不會不了解art是什麼 art就是為了被統治的人而統治這樣 那你這樣子的一種art 看起來是完全為了自己的權力而統治 所以他不配成為一種art 那其實你說牧羊人他事實上 他統治羊是為了自己的錢 那只是多家的money making這種技術而已 他還是不是一種真正的art money making這種art 所以這個justice他不配稱為是一種art 所以擁有perfect injustice 所以他擁有他人 並不是一個真正有智慧有知識的人 那不是有智慧有知識的人 他也並不是一個最有德性的人 那你看這個第四點是這個 Trishmatr繼續推論 他說他認為不正義的人是最強大的人 對不對 你看像希特勒啊對不對 我們通常都會認為說不正義的暴君 因為他敢用所有不正義的這個行為 那他集結所有的力量 說他是一個最強大的人 那說來就回應他說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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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正義 當你完美不正義的時候 事實上你通常會引起這個群體裡面的猜忌啊 不團結啊 仇恨啊 所以你這個團體事實上不能做任何的事 那你如果不能夠做任何的事的話 你怎麼可能會是一個最強大的一個人呢 最強大的一個團體呢 對不對 所以完美的不正義本身 他一定不會是一個最強大的人 或是最強大的一個團體 或是最強大的一個暴君這樣 那完美的不正義會不會是一個最快樂的人呢 這件事比較困難一點 但是作為一個最profitable的人 看起來也是對的啊 他擁有最多的錢啊 最大的利益啊 最大的民生啊 那蘇格爾在這個時候 他有點混過去了對不對 他在第一竖定 他就講說 可是Justice 他如果是對自己心靈的統治的話呢 那個人就是一個最快樂的人啊 那這樣的話 我們差不多就到此為止好嗎 這樣對不對 他事實上並沒有真正回應 他是不是一個最快樂的人 因為我們事實上好像發現了最 不公正他是一個最profitable的人 因為他也有最多金錢 最多民生 最多權利 最多社會地位 都是大家最想要的東西這樣 對不對 所以 可是事實上呢 蘇格拉底指出了一件事情啊 最完美暴君這樣子的一個統治者啊 他通常無法統治很久 因為他的這個社群成幫 他們的這個團結不足 大家容易引起拆機和這個派系衝突 所以他通常沒有辦法統治很久 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事實這樣 可是他好像也沒有反駁一件事情 就是說 事實上大家都偷偷渴望完美的不正義這件事 這件事情好像是對的 可是這件事情如果是對的話 蘇格爾原本想要把正義當作是一件 最高貴的這個可追尋的這個理想之間的事情 就會被打破 所以說啊 你事實上 用公正的人 對自己等於永遠的統治 這件事情 稍微迴避了這樣一個困難 這樣子 可是到了下一書啊 齊斯瑪克爾重新提出挑戰 他講說 好 我們可以理解暴君不容易這個 持續穩定的這個統治 可是呢 你沒有推翻一件事情就是說 大家事實上都渴望 做不正義的事 可是大家事實上 不去做是因為大家害怕 因為做不正義的事情而被懲罰 所以大家不去做不正義的事情 不去做完美的不正義啊 並不是因為 不正義這件事情 本身讓他不快樂 而是因為不正義這件事情被抓到 他被他被懲罰 讓他怕 他要suffer injustice這樣 所以一個 最具有 這個vitality 這個活力的人 最勇敢 無懼的人 最知道怎麼樣去 獲取利益的人 他就會去做不正義的事 你們這些 諮詢公正的事情呢 其實你們是怕的人 你們事實上是畏懼被抓到的人 所以大家事實上 都想要做不正義的事 那大家只是怕被不正義抓到 所以 敢做不正義的事情 還是最強大 最勇敢 最知道 最知道這個知識的人啊 可是呢 我可以跟你解釋 為什麼道軍這個統治 他後來沒有成為我唸的統治的方式 是因為啊 正因為大家都想做不正義的事 而大家害怕 做不正義的事情被抓到 所以大家就設定了社會契約 他自己講這個社會契約 很像洛克的社會契約 大家 在這個社會契約底下啊 大家就約定好 這個契約可以幫助我們 達成一個中間點 就是說 我不去做不公正的事情 可是我也不會 做不公正的事情而被懲罰 人人都想做不公正的事情 人人都不想被不公正懲罰 人人都不想被 因為做不公正的事情而被懲罰 對不對 那最厲害的暴君 他可以完全 只做不公正的事情而不被懲罰 可是我們一般人做不到 所以我們一般人簽了一個契約 這叫做社會契約 每個人呢 都不要去傷害別人 可是每個人呢 也不會去做不正義的事情而被懲罰 那我們一般人簽署這個契約之後 那這個一般人就是那種沒有勇氣啊 很平庸的一群人 我們這就叫做社會契約 那這個社會契約 所決定的法律 其實就是正義 所以其實這個挑戰 他其實接續了這個 不是 Glocker這個挑戰 他其實接續了全新Marcus 人人還是偷偷渴望完美的不正義 只是大家害怕suffer 我做的不正義被懲罰 所以我們大家後來就決定 簽一個社會契約 來去解決這個問題這樣 這難道不就是我們這個 社會一般人的狀況嗎 大家之所以說什麼是正義什麼是不正義 只是因為正義這件事情啊 他可以幫助我去獲得我想要的 那我當然不會去侵犯別人 可是別人因此不會侵犯我 他只是每個人追求自利自保的一個工具而已 正義只是一個幫助我們每個人追求自利自保的工具而已 他只是一個契約性的工具 他本身並沒有任何內在的好處 所以如果justice是一種good的話 我們上禮拜講了三種good嘛對不對 他只是一種instrumental good 他並不是intensity good 我們大家只是希望看起來公正 因為如果我看起來公正的話 我就不會被懲罰 我就擁有好名聲 但其實我真正想要做的是不公正 國安公正理出的這個挑戰這樣 那我們還是沒有去回應這個挑戰對不對 那這個是他為什麼必須要去走到理想國的這個基本原因這樣 這個是在第二書的中間遇到一個 蘇卡里終於說 為了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至少去討論整個國家的公正是什麼東西 我們才會了解一個個人的公正是什麼東西 那我們就下禮拜再討論好 他就會進入理想國這樣 好